记者江志雄宜兰报道,大学学策公布成绩,宜兰县国立罗东高中新移民二代考生黄振群拿到满级分,有感于求学历承受到不少老师帮助,他想申请公费教师名额从事教职,未来不论分发到都市或偏乡,我都愿意去。 黄振群母亲来自越南,目前从事餐饮业,父亲任职于瓷砖工厂,他说从小到大成长过程,常跟同学讨论越南的事情,从中接触不同文化,开拓宽广事业,新二代身份显得很酷。 勇敢逐梦,黄振群说,成长历程遇到许多好老师,为他传道,授业,解惑,受人帮助也想回馈,从小立志,当然师,协助更多孩子,找到人生目标,这个愿望至今没有变卦,学策成绩拿到满级分,从事教职至向更加坚定,距离梦想更近了。 黄振群说,工费教师名额相当有限,人不放弃任何希望,若能如愿以偿,未来即便被分发到偏向任教,他都甘愿为台湾教育奉献起立,帮孩子找到人生方向,成为自己最重要学习动力,他实时自我体力莫忘初衷。